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慕舒蜜 這次我們就來開箱 Vivo 最新推出的 Y20sg 我們先來看看包裝盒裡有什麼吧 有手機本體 透明保護殼 取卡針 說明書 Type-B數據線 以及最高可支持18W散充的充電器 Y20sg有兩種顏色 我們手上拿到的是像海水般橙測蔚藍的顏色 名為清水藍 而另外一種就是鑰匙黑啦 這手機的重量是192.3g 手機搭配了一塊6.51英寸HD Plus水滴護眼屏 以及20比9的屏幕比例 這塊屏幕還有全新的音效全貼合技術 無論是玩遊戲或是看視頻 畫面色彩看起來更加絢麗 也能看到更清晰的細節 除此之外還有貼心的護眼模式 Y20sg是採用側邊指紋解鎖的 解鎖速度只要0.17秒 另外你還能以刷臉的方式解鎖 手機搭載了16G80 8核處理器 CPU的主頻率高達2.0GHz GPU與上一代相比 性能提高了98% Y20sg搭配了6GB RAM和128GB的儲存空間 配備輪行化三卡槽設計 最大可值值一提內存擴展 另外手機還具有Hyper Engine遊戲技術 讓手機可以在CPU、GPU和內存之間 進行動態管理 帶來持續穩定的性能和持久的遊戲體驗 經常玩遊戲的話就必須得找個大電池手機了 而Y20sg就配有5000mAh的電池 以及18W的閃充技術 69分鐘就能充滿70%的電量了 除此之外 手機還有全新的AI省電技術加持 充滿儀式足夠在線看20個小時的高清視頻 或玩8個小時的遊戲 Y20sg配有8MP的前置鏡頭 後值鏡頭分別為13MP主射鏡頭 2MP微距鏡頭 以及2MP虛化鏡頭 上集的照片讓大家看看 小編用Y20sg做了魯大師和安兔兔的跑分測試 魯大師的分數為 195082分 而安兔兔的分數為 244166分 小編也用Y20sg試完了兩款遊戲 我們先來看看 Call of Duty Mobile在這手機下的表現 小編用大概一小時來試玩這款遊戲 全程順暢無卡 手機也不會探手 至於Moba遊戲 小編則選擇了Mobile Legends BangBang來試玩 示範技能時都很順暢 不怕一番招就卡畫面 而作為WiWork手機就一定有 Ultra Game Mode 這次全新的電競模式可提供更棒的性能支持 更有遊戲免打擾 遊戲亮度鎖定 遊戲畫中畫等功能 讓玩家可以在遊戲時享受極致的遊戲體驗 OK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WiWork Y20sg的開箱影片 WiWork Y20sg的鍵售價是749馬幣 不過現在正在優惠中喔 只要在5月16日前 到WiWork的eStore、Razada或者Shopee購買的話 就能以699馬幣入手喔 那看完這影片的你們 覺得WiWork Y20sg如何呢? 留言告訴我們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點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你們的責任就是我們的動力 我是慕斯密 現在撤離